五天前呢 范伟二次拿下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影帝称号 那么在上台领奖之前的话呢 由王佑就拍到了一段很特别的视频 就张国立啊 在这个红毯边啊 就非常认真的在替范伟老师呢 胆灰尘整理一副 那个仔细 那个认真 那个在乎啊 张国立老师在这个影视界的话 大家都知道也是大哥大大老级别的这个存在嘛 而且关键是他比范伟成名更早 大家就这么算好了 张国立九七年的时候 靠康熙威辅思访大火的时候 范伟还在赵本山手下 演那个红高粮摩特队呢 起步完全不同 但两个人共同打拼狂飙到现在啊 目前就成了这么一个画面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证明也证明呢 范伟老师这二十多年来 所取得的这个成就 是有多么的高 多么的异于常人啊 范伟老师是1962年生于沈阳吗 一落地就浑身的艺术细菌啊 后来他经这个舅舅的这个影剑 就拜到了东北相声名家 陈田中的这个门下学相声啊 一开始是相声演员 等他出师之后的话呢 先是到这个田里民间艺术团呢 锻炼了两年 到了82年的时候呢 就调到了更高一级的 这个沈阳曲艺团啊 82年范伟离开田里的时候呢 又一个年轻人恰好是 从外地回到了田里 在田里的这个县剧团当中呢 当主演 当艺务团长吧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呢 叫做赵本山 其实两个人一开始是没有交集的 但后来认识呢 主要是得益于呢 一个叫崔凯的人 崔凯是谁啊 不差钱 宋水公 红高粮摩德队 牛大叔提干 就是崔凯写的 基本就是赵本山的这个金牌编剧之一了 你最关键的是赵本山在东北大地 崛起 也瞎着那个成名做摔三弦 也是崔凯的作品啊 而当初范伟所在那个田里民间艺术团本身的话 就是崔凯跟其他几个老师一同创办的嘛 所以说他当然同时认识范伟跟赵本山两个人了 那84年大家都知道 陈佩斯朱石茂靠着这个吃面条火爆全国 还开创了小品这么一个全新的表演形式呢 那后来赵立荣老师也进来了 赵本山也在江坤的这个挖掘下呢 就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嘛 那也就在那个时候 在物色配角演员的时候呢 崔凯就把范伟呢 推荐给了赵本山 完了就有了1995年的这个牛大叔体干 1996年的这个红高粮摩托队 1997年的三鞭子 以及1998年的拜年啊 赵本山一用范伟就连续用了四年 用赵本山老师自己的这个话来说呢 就是范伟跟我合作 从没有一句怨言 可见这个人本性善良 我要找的就这种本性善良的搭档 所以说也正是基于这封信任 哪怕范伟前四个小品没活起来 赵本山时隔两年之后呢 一旦遇到合适的这个角色 还是果断用范围嘛 到了2001年这一次呢 范围终于火了 因为麦乖来了 功夫啊 一下就奠定了范伟老师在小品江湖的地位嘛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哎呀你就这个咋等于呢 等于二 你应该是二 二啊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 你说你连二三都不分了 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而再后来其实就是麦拐火的那第二年 赵本山老师成立了这个本山传媒开 开始拍那个电影剧嘛 第一个大戏就是刘老庚 我们都熟悉的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又拉上范围 其中演了李宝库这么一个角色嘛 那你要说天才呢 那真的是天才 那范围老师只需要李宝库一个角色的这个历练 很快就进入到状态 到了第二部马大帅的时候 他就跟赵本山老师两个人来 一起为我们带来了中国喜剧电视史的巅峰之作 同时他本人也塑造出了一个中国喜剧电视史 乃至中国影视史的一个辉煌角色 范德彪 就你现在你问我哈 你说谁是中国最厉害的喜剧演员 我这一票投给赵本山 但你说哪个角色是中国喜剧电视史上的这个巅峰呢 那我把票投给范德彪吗 再到后来的这个乡村爱情第一部 范围老师演了王沐生 继续巅峰时期的这个喜剧表演吗 真的 那里面的这个王沐生跟王大拿的这个对手西药 真的是每一幕都好看 我现在只要在这个短视频当中 我刷到就是这些片段的话 我就停不下来了 一定会看完为止的 后来没有任何一个电影电视当中的喜剧人物 要超过范德彪跟王沐生的 我就这么讲好了 那天下物贼这个片段的话 那我也是百看不厌的 是吧 其他你要在这个冯阳光电影里面 演的范围老师的这个喜剧角色的话 你除了手机里面那个石头歌还可以 其他角色我相对来说啊 我认为相较巅峰而已 还是有不少差距 是吧 当然这几次触电的话呢 对范围老师的这个好处去在于什么呢 他当影视圈的这个呢 看到了这位老师的光芒 很多人发现 范围老师不光能演喜剧还能演正剧啊 正好范围老师那会儿 他自己也想转型嘛 而之后他就如愿以偿的接到了好几个证据作品 而罗达有福跟踪孔立学方向之旅 甚至当年还凭借那个看车人的七月 还让范围老师拿下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的这个影帝嘛 这一下江湖地位 是吧 彻底拔地而起 然后后来的话呢 你不管是影帝还是试帝 我看这几年他都没停过 像那年他不是演了个这个黑白电影 不成问题的问题吗 金麻将毫无争议的 拿下来影帝嘛 那熟悉电影的这个朋友都知道的 金麻将这几年是不行了 但之前几年 一度啊 那是比香港那个 香港电影金箱这样的地位要高的 基本就是华语电影节的这个奥斯卡嘛 你范围在那里面封绳的话 这一把就又进一步的拉伸了 自己在电影节的这个地位啊 拉伸了不知道几个层次了 你做到这儿 大家有没有发现范围老师真正犀利的地方啊 演小品 能演出江湖地位 演电影剧呢又演出家务地位 甚至还凭借范德标这么一个角色呢 进了中国喜剧史乃至影视史的这个名人堂了 演电影的话呢又是名人堂 各种影帝齐飞齐开挂 这谁受得了啊 你而且他是那种喜剧正剧都能来 而且都能够达到那个巅峰水准的这个演员 这个你放眼整个中国影视界有几个人做到 你香港影视曾经那么辉煌 但喜剧正剧都能够来 都可以达到双巅峰的几十年来 那不就出了一个梁家会吗 是不是 你关键是梁家会老师 现在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了 但范围老师呢 今年虽然说已经62了 却还在不断的贡献经典 去年又整出了一个中国影视史的这个里程碑人物 妄想吧 漫长的季节嘛 一个穿着绿衣服开着火车回头看 一个呢穿着红毛衣在后面追 一边追一边喊 别回头 向前看 然后想起了江玉衡的再回首 你现在看来的话呢 这个话既是妄想跟妄想说的 其实也是呢 妄想跟范围说的 范围老师这几年 不就是在把妄想的这个嘱咐呢 听进去了吗 还是在不断的向前走 向前赶继续平 变的是他的这个面貌跟身材 变老了也变瘦了 但不变的呢 是他的这种处事的态度 跟创作情怀 对待同行观众 永远是那么的恭恭敬敬 谦虚礼让 而一进入工作状态呢 又永远是那么的 兢兢业业 致爱如初 就这样的范围 张国立老师 怎么会不尽呢 就这样的范围 我们广大的观众 又怎么会不爱呢